白先生由于害怕肝穿刺,五年以来硬生生把乙肝小三羊脱成肝硬化,但是白先生不明白,明明自己一直有定期检查肝功能,肝功能也都正常, 怎么就惹上肝硬化了?肝功能肝功能是诊断肝炎,肝硬化的一项重要依据,它能敏感地反映肝脏功能受损的程度,在临床上,经常可以遇见一些肝癌患者的肝功能正常,人们便疑虑,肝功能正常怎么会是肝癌呢?肝癌和肝炎,肝硬化不同,它是一种局限性病变,即便是弥漫性肝癌,不少小的癌结结,弥漫分布于圈肝脏内, 也只是一部分肝细胞发生了癌变,其余肝细胞依然正常,由于肝脏有强大的代偿功能,一部分肝细胞可以代替全部肝细胞的功能,所以,肝癌患者的肝功能检验结果依然可以正常。 五大肝癌高危人群一,有乙肝病史据统计,90%的肝癌患者,曾感染过乙肝病毒,乙肝感染很容易引起肝硬化,也容易对肝脏正常细胞造成伤害, 从而更容易令正常的肝脏细胞转化为肿瘤细胞,因此,如果曾经感染过肝炎病毒的人,都要更关注自己的肝脏情况。 二有肝硬化病史肝硬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,肝功能会严重下降,而且随着肝硬化病情的加重,必然会使肝脏的生理功能大打折扣,最终造成肝功能失怠长而引起多种并发症。 肝硬化最严重的病情进展即是肝癌,因此,对于已经查出患有肝硬化者,一定要助抑治疗条理。 三,亲属中有肝癌患者这种情况,被称为宗族集合现象,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,不过不必太忧虑,即使母亲是乙肝病毒携带者,只需给孩子及时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,就能很好地控制了。 四,40岁以上男性中年以后是肝癌的高发年龄,男性40岁以上,女性50岁以上,更要注意肝脏的定期体检,这个年龄段的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。 五,长期试酒者许多人都知道,长期喝酒的人容易得酒精肝,酒精肝也是一种很容易演变未肝硬化的肝病,这样也容易导致肝癌的发生。 肝癌喜病虽然隐蔽,但只要平时注意定期体检,尤其是以上高危人群,尽早发现及时治疗。 肝癌的愈后还是比较乐观的,怎样预防肝癌? 一,广泛接种乙肝疫苗,可有效控制乙肝的传播,从而减少肝癌的发生率。 二,乙肝患者进行积极的抗病毒治疗,可以降低病毒对肝脏的损伤,保护肝细胞,抑制肝病进展。 三,不能忽视酒精对肝脏的破坏,戒除烟酒失号,能够避免对肝脏的刺激。 四,肝病患者在饮食方面禁忌烟酒和辛辣食物,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,适量增加蛋白质的摄入。 肝功能严重受损的患者,要减少动物蛋白的摄入,避免油腻食物,怎样发现早期肝癌。 肝癌高危人群每半年做肝脏B超检查和抽血淀加胎蛋白,是成本最低的能够早期发现肝癌减变而有效的检查手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